你到時候司機即使過了 可是因為你用的是華為的東西 我們大家可以抵制不用你這個司機 你不是一樣嗎 他降格壓低還是會有人用 那個問題比大家想像更嚴重 你可以抵制 就假設最後是華為 讓NCC屈服壓力讓他過了 那我不要用你 有使用華為產品的這家電信業者錯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其實有電信學者出來講 郭台銘家一直講說 我用的不是交換機 那是周邊的設備 那根本不影響 他還說我願意簽切結書 問題是郭董你的系列書沒有用 因為國家安全雖然不能當飯吃 可是沒有國家安全 你就連飯都沒得吃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假設你機房裡面有用華為的產品 就算不是交換機 你將來要不要讓華為的工程師進去維修 要不要檢修 要 對不對 好 今天我是華為工程師 我進到你的基地台裡面 好 你就算盯著我旁邊看好了 我什麼時候放進木馬城市 你會知道 你看得懂嗎 你一定看不懂 好 今天好 假設被放了 然後譬如說我是用中華電信的 我打電話給美人 美人你是用那一家的 因為電信網路它是會通的 因為市經 因為它是數據交換 它的木馬城市其實很容易就可以傳到 全台灣所有的電信業者基地台 都有可能中獎 沒關係 我們思考一個本質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 我覺得大家講出來 我們沒有你們懂 我覺得講得很好 我問大家喔 今天郭董榮怎麼會這麼炒錢 他有錢啊 對嘛 他有錢嘛 他這麼炒錢就是他有錢嘛 不然他這麼炒錢 不好意思 後來他又有錢嗎 有啊 他又比較炒錢嗎 有啊 炒錢那時候就不知道在哪裡 不是啦 他也不是只有有錢 因為他認為他繳的稅真的是比較成熟 那以後繳稅更多呢 比較多嘛 對不對 不是啦 因為他用拿繳稅多 就可以挑戰政府的規定嗎 我問你台灣現在變成這樣嗎 這是法治社會嗎 不是 而且我們問郭董 我相信他在中國繳的稅也很多 應該也很多 因為他中國富士康企業做很大 騙一百萬人啊 對喔 你在中國你敢不敢這樣跟習近平嗆聲 不敢啦 你講就好了嘛 你敢不敢 這個就是台灣民主的好處 他不敢嘛 對 近平講沒錯 台灣民主好處 民主的好處 你怎麼可以在享受民主的時候 去批評民主說不能當飯吃 對GDP沒有幫助 我們回到做事情的一個步驟來講好了 以郭董這樣子的一個背景來講 如果這個過不了的話 他應該透過各種管道去 我不會第一時間又出來 開記者會嗆瞎嘛 王廷鄒台傑處理的原則 萬廷 拜託你再跟他說一下 台面下先處理 我一定是台面下先處理嘛 那是台面下都處理到沒有空間嗎 我補充一下 我覺得 剛剛那個年華哥講得很好 他在大陸沒有遇到 這個省的書記 那個省的書記在社長有被卡住嗎 他會出來這樣嚇到嗎 他就在台面下處理 跟你好一下 跟上面的領導講一下 事情處理 所以他可能認為在台灣這樣做比較有效 但是大陸是人事的社會 台灣是法治國家 我們今天把事情討論出來大有反彈 可是他今天這樣對行政院喊話之後 我覺得是會有效的 行政院是會對NCC給他壓力的 他是會告訴NCC說 你要告訴我 如果華為不是在交換機 會不會有問題 那可能就過了 如果郭台銘最後用華為過關了 那其他三家業者可不可以用華為 當然就可以 全台灣就用華為就好了 我還是要講一下 其實郭台銘有對中國大陸強生 這是真的 他那時候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那時候薪資不是挑很快嗎 他其實公然的就說一句話說 如果再這樣挑下去 他要把整個企業轉到美國 他是有講過要在美國 後來也真的去美國設計器人了 然後第二件事情 他是說針對人民幣 他有說要抗稅嗎 他沒有說抗稅 因為抗稅是要直接關 在中國大陸抗稅是直接關到 在台灣抗稅也違法 他應該是直接就不用 還一張口就關抗稅 郭董這個算三貨性犯罪 應該預防親戚 我一個親戚在大陸 因為他本來是外銷的 然後轉到內銷 被逮到關20年 就20年 對 因為那個稅的 中國大陸這個是很嚴重的 所以這個 那中國大陸是這樣 因為我想可能 郭董他覺得台灣對他不夠友善 因為在中國大陸是 台灣對他不夠友善 對 他認知 我講下面這個故事 事實上郭董去哪個地方投資 在中國任何省份投資 不是他要去哪裡 而是這些省長拜託他 像當時薄熙來 拜託他到四川 所以其實他在中國大陸 某種程度還滿欠揚 用台語這樣講應該滿好的 那回來一件事情是 他現在其實是要NCC一個答案 就是說準還是不準 叫他說清楚講明白 那我 因為有什麼這樣子 因為國基電子 就是他這國基電子 他不是只有在台灣 他在大陸跟華為中心的 都是有非常強烈 包括我們這位就是 這個HTC老闆 威盛跟大陸這些廠商 都有很密切的關係 因為在大陸不跟這兩家合作 你根本走不出去 因為他們是最大的 所以某種程度 他其實要NCC把這個講清楚 我認為他跟華為那邊 因為國基跟華為 在大陸的關係密度非常高 所以他某種程度 也是要NCC講清楚 但是這個動作實在太大 因為他一連串的動作 會覺得很反感 你怎麼會為了中國產品 跟這個政府翻臉 進廣告之前問大家 他最近講三個事情 一個是沒有22K啦 有22K我全部買下來 馬上調薪 有沒有說這個 那趕快買大宗電信嘛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是民主不能當飯吃啦 第三個事情是 如果再這樣我就 抗稅 簽償 對 聽起來大家感受什麼好還是壞 就感覺他 真壞 真壞的嘛 真壞的 我跟大家講 後來你會聽到更加拍的話 我幫你報仇 如果現在要這樣過關 後來你會聽到更加拍的話 你知道嗎 那是有跟台灣動作台灣嗎 來 我們先休息金王哥 我覺得他把台灣當紅號 他說了算 對 真是郭台銘 賺了 新聞 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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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郭董這個事件 當然 提到很多我們大家的觸動的一些不同的神經 那民主不能當飯吃其實不是只有郭董講 很多人都認為說民主 有部分的人認為不要講很多好不好 那我都認為說民主不能當飯吃 對所有的 大家對民主的認識的深度是不一樣的 認為民主就會這個不守秩序或者是 就前一陣子不管是學運路過這樣的事情 有些人會有恐懼感 OK 所以他會有這樣的語言出來 你要注意看四人的事情 他都有本一個問題 22K沒有22K 有的話我買下來 調薪 這牽涉到什麼 錢 我有錢 第二項 那個陳歐布去罷免 錢我出 這牽涉到什麼 錢 再來 你再這樣做我就百歲我簽證 百歲牽涉到什麼 也是錢 錢 最後一個民主不能當飯吃其實還是錢 沒有GDP 就是錢最大 民主不能當飯吃就是錢 他內心裡面只有什麼 錢 只有錢 只有價格 老實說我覺得說一個有錢的人 你後面如果越有錢他會越困難 但是我覺得有錢的人要做到 尊敬和涵揚 不能說那種蠢話 民主不能當飯吃 他講二時候K才有一個 可是以他的認知他認為民主不能當飯吃 是他說出很多人的心聲 民主不能當飯吃 我說實在那是共產黨的循環 那是獨裁的習慣 革命不能請客吃飯 而且這句話邏輯不對 孝順父母也不能當飯吃 那我們就不要孝順父母了嗎 道德也不能當飯吃 對 這個邏輯不對 人權也不能當飯吃 因為這兩件事情是放在 根本不在同一個星球上的東西 怎麼可以比較 你不能夠就是 沒有民主沒有這樣 經濟賣掉對不對 大家沒飯吃 我覺得他的邏輯是這樣 不是 這句話其實可以套用 譬如說孝順父母不能當飯吃 穿衣服也不能當飯吃 我們幹嘛穿衣服 看電視也不能當飯吃 我們幹嘛看電視 你可以套用到每一件事上面 因為為什麼那麼容易套用 因為他是根本不合邏輯的話 民主確實不能當飯吃 但是是一種價值信仰 還有一種精神思量 不好意思 我實在講 民主其實可以當飯吃 全世界最 國民所得最高的國家叫盧森堡 盧森堡現在國民所得11萬 11萬美金 瑞士大概8萬美金 美國大概5萬美金 日本大概4萬幾 這些都是民主國家 西洋國家大概都四五萬五六萬美金 獨裁國家像什麼柬埔寨 還有北朝鮮 北韓 中國 這都屬於較落後的國家 我是說如果是獨裁的地方都賣 民主都比較好 當然這個不是完全 但是多數是 所以我跟你講民主還是能當飯吃 我們現在的民主 這麼多人這麼辛苦 就是我們的民主的認知 實在是不夠深化 這就要一步一步 而且我們的民主半套 沒有全套 可是他也講出很多人的疑慮 這也是一個事實 那是因為大家對民主的認知不夠深 來 我們看 這個是群創觀念 群創觀念現在是鴻海的 鴻海的 鴻海以前其美的 後來被買下來 這員工叫李柏張 這個人也很高 這個叫台獨機關槍 台灣學運的是 對 叫台獨機關槍 因為講話好像是機關槍 他有秀他的薪資表 這不是他的 這是另外一個人的 這是另外一個人的 這也是群創的 這也是群創的 這另外一個員工的 因為這一張我先檢視一下 因為李柏張秀了那個薪資表之後 鴻海馬上出來說 那個是三年前的薪資表 不準 這個人馬上PO了一張 本來李柏 那個誰 本來那個 梁小花 郭台銘是說 差無此人 對不對 當時叫梁小花 回來 那個什麼 李柏張出來 你說這三年前 對 三年前的薪資 現在這個 馬上有人帶這張 大家看入葬日期 2014年5月5號 就是這個月的薪資單 本縫是16740 對 16740 那單元什麼職務呢 就作業員 基層的作業員 最基層的 對 那講總薪資多少錢 最後結算 這我覺得這個不能算總薪資 接下來就派關松薪資 要看本縫比較多 一火石津貼是 一本薪是16740 但是一火石津貼1800 輪班津貼2300 全勤獎金2000 節日出勤2154 免稅的加班2739 扣掉很多的這個保費 對啊 那他總共領的是23900 就比22K多1000塊 所以以他的認知 他認為 都沒有低於2萬 可是沒有 薪資單出去沒有低於2萬2 關鍵在本縫 因為其實很多勞工朋友不知道 有些公司 譬如說你一個月領4萬 對不對 但是很多勞工大概 沒有仔細看過自己的薪資單 你的薪資單可能本縫不到2萬 那本縫會牽涉到 你會再退休 因為你的勞保投保薪資 就是用你的本縫去投保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本縫 用不到最低工資 當然他加起來是有超過 可是他的本縫不到最低工資 你將來譬如說公司 很多公司發年終獎金 算紅利 都是用本縫在算的 我們常常聽到很多銀行說 這個年終獎金 一領領20個月 大家不用高興 因為那個是用1萬多的本縫 去乘以20 為什麼1萬多領20個月 還不用高興 那不多啊 當然以這幾年來講是很多 可是沒有什麼動輒媒體描述 什麼領上百萬 兩百萬年終獎金 根本沒有那麼多 我意思是說 你跟人說台灣沒有多少錢 他有差清楚 我們要說一件事 因為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這算法是一般我們製造業的傳統算法 就是他會把那個 就是我們說 本縫壓低 對 本縫壓低 然後把那個就是我們說的餐飲 就是因為1千8百萬是 對 那1千8百萬是國定的 就是裡面是不用瞌睡的 因此他就把它隔離出來 那隔離出來之後這邊 那當然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這是跟勞建保有關 對 因為老闆的負擔就低了 勞建保是跟最低工資來計算的 所以他 所以勞工朋友可能他 像最近很多 我們說護士傳出來 他可能薪水4萬塊 可是他投保薪資可能只有2萬多 最後他拿到的退休金 也是用2萬多算 不是用4萬 4萬的話 退休金現在按的老闆可以 讓勞保可以2萬3 但是如果是用2萬塊的話 你退休可能零不到1萬 不到2萬多 而且我覺得批評這個也可以討論 因為我如果給你22 23K 超過 然後我不給你那個什麼 就是好 你本縫好了 但是你要扣勞建保那些扣下去 我雖然帳面給你這個 可是你真的實質拿到了沒有這麼多 沒有 看還是看帳面 對 看帳面 可是這個是實質拿到了 有23K 然後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因為我太太在科技圈了 他說我太太第一個直覺完蛋了 那家人資一定完蛋 人資不滿 人資完蛋了 因為他沒有給郭台銘詳細的訊息 讓郭台銘講 他說人資一定有地方講錯 我要說一件群創其實分兩個單位 一個是在竹南 就是早期是鴻海直屬的群創 所以郭台銘認知的應該是竹南的群創 那現在那個群創 現在資料來源 大部分都來自台南 台南是那個奇美的 那你知道在南台灣 最大的派遣工就是奇美 然後在高雄最大是日月光 所以其實群創是源自於奇美 所以在南部的鄉親 包括我的親朋好友 只要在台南 如果你是他的正式員工 是奇美之餘 那你是幸福企業 真的很開心 但是很抱歉 能夠進入到 真正他們核心的員工不多 當然都是屬於派遣 今天我實在覺得說 我們今天是要